中信金控董事长孤连松毕市 因中信金近年家族色彩淡化 各项业务均由专业经理人负责 据了解 孤连松留下的中信金董事长职缺 将不会由孤家的人担任 目前以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 孤身最高 至于中信金长董薛香川 也被认为是可能的接替人选 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奖人 伍德罗克拉克博士应邀来台 他表示 核废料至今提不出解决办法 台湾不应该再把钱丢进核四前坑 应转网投入再生能源 呼吁核四厂立即停建 也不排除发动诺贝尔奖得主一人性 呼吁马政府停建核四 台中市立委严清标应遭判刑 而丧失立委资格 中选会今天决定 定于明年1月26号举行补选 日前严清标宣布要由儿子 严宽恒代替他竞选 由于严宽恒是国民党籍 但是目前他还没有表态 要以国民党或无党籍身份参选 台湾2012代表字大选 周五公布票选结果 年度代表字是忧虑的忧 共得票数8094张 这个字是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陈建仁所提 他说今年无论是末日预言 国际形势 欧债危机 贫富差距 薪资倒退 路教上扬等等因素 在在拧人忧 新唐人亚地电视整理报道 部队伍